接下来参考影片找到之后 你要想说 那我如何把我要宣传的主题 去融入到我 融入到我的参考影片当中 这是第四步 中和区公所举办员工训练 邀请新北市议员叶元芝 分享过去他在市府任职时 行销市政府政策的经验 而区长赖俊达就表示 区公所做了很多事 也有很多政策 需要市民知道 因此媒体宣传就很重要 而议员丰富的经验 相信能够告诉员工 如何来做好媒体行销 主要现在是一个媒体的时代 不管说是网络的媒体 或者社群的媒体 那个新媒体 自媒体 都是非常蓬勃发展 那因应整个民众的需求 或是一个政策的说明 我们要及时的回应 所以这门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叶元芝议员就只突兀 新媒体时代来临 透过社群媒体行销是趋势 而在市府新闻局任职时 市府会拍摄一些影片 透过网络的宣导 而往往这些影片是融入生活之中 用最新的媒体让大家知道 那各位都知道现在 其实网络媒体是扮演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过去在新闻局的时候 就有尝试把重心一部分 移到新媒体 包括我的新北市的经营等等 然后我们也尝试拍很多有趣的影片 或一些有趣的贴文 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市府的政策 跟市府的服务 新媒体时代来临 如何透过社群网络宣导 已经成为趋势 搭配影片活泼生活化的呈现 叶元芝分享了工作经验 也希望公所能运用提升宣导效能 中家新闻战役区卢秀娟 新北市中和区场报道 结束